歡迎來到完全娛樂 今天考慮兩位創作才子 接下來這個是 掰哥我最行 是 剛剛考驗的是在音樂部分 他在音樂創作很厲害 接下來就在看歌詞的部分 一個好的音樂人 除了曲要棒之外 歌詞也要會挑選 尤其他這是主打歌 那個副歌歌詞很難耶 真的啊 那個點點嘛 寫得出這歌詞了 沒有幾個 總共有幾個字 你給我閉嘴 你給我閉嘴 你給我點點 十個字 就算一首歌的 貫穿整首歌啊 寫詞的人是誰啊 我還有點點點點閉嘴啊 重複啊 重複啊 點點點閉嘴 作詞的人是誰 我 開玩笑 是很有創意啊 全世界最好賺的寫詞人 詞窮 就只有十個字就可以寫詞了 厲害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進行的是掰哥的部分 聽說你們也都各選了一首歌來做掰哥 對 選一首 好 所以蕭虹仁先來 蕭虹仁要改的歌曲是 就是我的新創作點點好嗎 用點點好嗎 然後去改 去改 等於是加歌詞就對了 如果這樣來說 對 我有加歌詞囉 你們接著聽好好不好 不再是十個字好不好 好 而且我們要先請他唱一遍 原版的 原版的 OK 原版 原版的大家應該就很容易聽得到啦 好不好 來 好 這個點點好嗎 原版 Check it out 大家來算一下 副歌的歌詞有幾個字喔 所以你要把原版直接然後一變 然後接下來就接改編版嗎 改編版 對 OK 好好好 那我們就一次來聽聽看 點點 好嗎 好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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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自己 你 你 我 我 街場的微笑 我們快分手了 你那麼雜量到底誰守得了 觀眾有關係 跟我說大道理好 是我 路邊野花不要亂踩藥 我記得對你的愛抽煙要抽大一點的交加習慣 要冷戰的煙火要看最浪漫的電視專制 最愛看的娘家 你給我閉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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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嘴 你給我閉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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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片版的來了喔 我的蚵仔煎 怎麼還沒收來 我超想吃的 厭倦 你幫我送來 我運氣不好 箱子扣 唱錯了 你運氣不好 箱子扣 打丟賽 你給我閉嘴 你給我閉嘴 你現在就站著別動 不然大便 它會暈開我心裡非常的內疚 特地寫了這一首歌 聽說你常困在台北 沒關係 我請你吃鵝啊嘴 可是你卻說 你想吃咖哩 你給我閉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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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哩 咖哩 整天咖哩 你給我寫個圈 你給我閉嘴 給我…… 掌聲鼓勵 謝謝 好厲害 這個歌曲太感人 他還順便叮到妍杰 整 replicated 好 所以你這個創作的靈感 是來自哪裡 因為我知道其實 所以岩爵他那個就是他家附近有還蠻好吃的東西還蠻多的 對 我就把它加進去 而且他第一張專輯的那首豬腳歌就是 愛就是咖哩 有講到咖哩飯這樣子 那起來 對不對 叮叮這首歌這麼有發洩的感覺 剛才這張咖哩好像真的有在罵岩爵的感覺 沒有沒有 完全沒有罵 完全沒有 只是把岩爵的這個之前的專輯的這個歌詞也結合了 這樣這個蠻厲害的 還不錯 完蛋了 這樣岩爵壓力大了 岩爵聽說你改編的是改編你本來的歌曲 對 改編《困在台北》 所以這次改編的歌名叫做 《困在宣傳期》 好可憐喔 你們公司對他好像不是很好 他是有在罵的感覺喔 表示這通告很滿啊 對不對 但是藝人也有難過的地方 要來發洩一下就對了 對 唱一下 好 唱一下 唱一下 因為他們喔 都是屬你知道 有音樂的時候他們就可以發洩很多 有一些情緒就可以在這地方有的抒發 而且當蕭鴻人表演的時候 岩爵一直說很厲害耶 來 困在台北 OK 我不知道該從哪裡說起 什麼時候做的決定 喔喔喔喔 一個從小沒有上課 習慣的人情想能歌手 對之後 這個決定 這個決定 快點流情 我在那個名單後面沒有 爸媽媽 解析現在都全心全力為我加油 現在改的 我知道該從哪裡收起 公司做了這個決定所以 今年還是上了萬語 雖然現在還是自作氣 還要上通告 前幾天我才跑了全身 前三會為了新DVD 全身很累喔 黎明記錄了片段 上次談著唱愛就是咖哩 昨天還在錄音 突然電話響起 沒想到會跟你 明天一起去上萬語 紅人這一句話給我提醒 需要改變個氣 明天節目還靠近心 那紅人這一句 救了我一命 你想幫忙 因為現在滿腦子都是新的歌曲 實在沒有辦法專心做別的事情像宣傳奇 客觀沒有打算上電視的我絕驚少說 也胖了至少有二到三公斤 但既然已經都來到了這裡 絕對會拿出我最深的誠意 請你 請你 執持新專輯 不是我的是我好朋友的 他的聲音 是全世界最好聽 不騙你 不騙你 若不行你快去聽一聽 他的專輯 全創作專輯 有兩首歌 聽完了有沒有感動 我有感動 真的耶 所以你們之前是已經有通過電話了是不是 我昨天在錄音室的時候 他有打電話來 然後就說明天我們剛好 在一起上萬語 對啊 我們都沒有遇過耶 在外面 對 這是第一次 一起同台這樣子 對啊對啊 然後昨天你們就有通過電話說 一定要講好今天要一起上萬語 所以因為紅人這一句 所以你今天就來了 紅人這一句救了你一命 有這一句嗎 沒有 所以今天 其實我們剛剛在這個 所以你現在是宣傳期是不是 現在是製作期 製作期 所以現在唱片你 到現在還在錄你的新專輯 那你今天來上萬語很痛苦嗎 不會 從歌詞裡面我們有感覺起來 你上我們節目好像不是很開心的現實 我覺得好像怎麼製作期還把你叫來 在這邊向您致上最高的歉意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今天麻煩你了 嚴格大哥 應該回去好好製作你的這個音樂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們打擾你的 打擾你的生活了 沒有 不要嚇他 他還跑了全城全唱位 不過兩個今天來 真的我們要講的 兩位真的都是現在我們台灣的音樂才智 對不對 在唱片前我們都已經看到了 你們在音樂上的一個努力跟付出 我們剛剛也都看到你們 雖然他們之前都是沒有套好的 對 我們有些是前面即興的部分 都是我們現場直接讓他們即興的 所以可以感覺到他們的一個實力 而且剛才你這樣子幫他 蕭若仁你要怎麼報答他 有啊 剛剛點點有唱他啦 可是 可是怎麼是在罵人家 像這樣而已啊 你給我咖哩啊 你給我咖哩 沒有就是 我其實真的跟大家真的就是 是好朋友 然後就是 我覺得就是 不然你這樣報答他 我幫你提一個啦 你從今天開始宣傳 剛剛要講到待會有 待會有活動要講嘛對不對 你在講活動的時候 你每一場活動都提叫他去買他的DVD 也跟你的粉絲說去買他的DVD 一提對不對 對這樣報答他一下 OK啊 OK啊 這樣也不錯啊 就在活動的時候來到現場歌迷都說 雖然他現在製作期 可是呢還是要買他的DVD 對對對 好不好演唱為DVD 這樣才有互相報答的感覺嘛 對啊 對啊對啊對啊 那你那個新專輯裡面的歌曲 要不要找他一起合唱呢 公司決定的不是他們決定的 搞到最後瘋掉 好啦兩位的這個不管音樂作品 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 那我們待會休息一下 回來跟大家聊一下 他們兩個的近況 來休息一下近段廣告 歡迎回到完全娛樂 是的兩位呢 今天在我們節目當中 讓大家看到他們的音樂才華 在這邊還是要把他們的最新的音樂作品 跟大家分享一下 沒錯 嚴絕先來跟大家講一下 好 我已經發行了這個LiveDVD 718在台大體育館的演出 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他們兩位啦 那你也別忘了在那個場唱會 對這三場喔 我每一場都會講好不好 一定要講到說 會講什麼 會講什麼 來 大家也要記得去買 嚴絕的7月18號 呃 是小巨蛋不是來美 是 台大體育館 台大體育館 的LiveDVD 對 他的第二張專輯怎麼樣 一定要全力支持 好 你不要再講 你給我嚼嚼 這很好對不對 嚼嚼好嗎 好啦 也要支持蕭虹人的嚼嚼好嗎 是 今天也謝謝 兩位來我們節目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他們 謝謝 謝謝 完全娛樂明天見 拜拜 你給我閉嘴 嚼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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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嚼嚼嚼 嚼嚼嚼嚼嚼 嚼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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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